杭州蓝天商务中心三楼有个中田健身工作室 去年12月 郑女士在这里买了私教课 她说课时费是按月交的 当时交了一个月的费用2800块钱 今年1月5号 她上私教课时受伤了 就最后一步有氧运动的时候 她让我跳过一个椅子 然后跳过去没有诺文 然后就摔伤了 郑女士说 就是跳这种椅子时受伤的 当时教练给了她一个承诺 她说总部承担我30%的医疗费 然后剩下70%有这家店的老板来承担 郑女士去了医院 被诊断为右脚踝关节损伤 下肢韧带损伤 医生建议休息一周 郑女士说 除去医保部分 自己花了5300多块钱医疗费 加上通勤费和务工费 她要求健身房赔偿8200多块钱 现在她只说总部出30% 剩下的他们都一概不管 就是你自费的那一部分 对 然后务工费也不赔 然后交通费也不赔偿 这个事情其实算我们这边的一个失误 因为是我跟她的教练在沟通的时候 我说如果这个不是很严重的话 对吧 然后因为我觉得是 说白了有点大事化小嘛 对吧 我愿意个人去承担这部分的费用 其实是出于我个人 我不是代表公司 对吧 就算我们这作为她的一个补偿 但是后面说白了 我觉得这部分的费用 有点超出我的预期 林教练介绍 她是这家店的法定代表人 也有一部分股份 她还是希望能划分一下责任 我觉得因为作为一个成年人 在运动中受伤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事情 对吧 所以我觉得自己在进行一个训练的时候 你应该有义务和 怎么说呢 就自己其实应该去 其他一个警惕的作用 她作为精英者来说 肯定对消费者有个安全保障的义务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包的是私教课 跟我自己使用那个运动器材的 其实注意义务是不一样的 因为当时 而且我很信任我的教练嘛 她让我做什么动作 而且前期合作很愉快的 所以说她让我做的时候 我都是按照她的要求去完成的 但是那一天呢 主要是因为 我内心也是很恐惧 这个项目 当时我跟她说了 她说没关系的 就鼓励我嘛 她说她会在旁边看着我嘛 但是后来就是 有那么五秒钟 就是可能她当时有个会员 去找她咨询一些事情 然后她也没有看住 然后我自己跳过去的时候 落地的时候就没有落稳 看着她的时候呢 我觉得她确实跳得有点困难 我就说 那你先不要尝试地跳这么远 你把动作退阶 退到一个比较低的强度 从后面跳 但是可能 当时正好 那个会员来找我 问了我一些 她自己的事情 那这个一转头的功夫 她可能小郑 她就想往再尝试一下 结果那一下 可能就没有落稳 就把脚给崴 我们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就是她 她在去做这样一个尝试的时候 可能就正好那么几秒钟的时间 我没有看到她 如果看到她的话 也许我可以 说不定能扶她一下 她也不至于落地的时候 对啊 我做的就有难度 这样跌从后面跳过去的 但是我还是脚崴 落地的时候崴了嘛 中田健身的林教练 给公司相关人员 打了电话后表示 公司还是只愿意承担 医疗费的30% 也就是1500多块钱 门店愿意赠送 30天的课时 两项补偿 加起来价值4000多块钱 郑女士无法接受 表示会向市场监管部门 反映情况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